跟小米說我愛你 那對我們呢 沒有 這也蠻垂擂的 對你 哦 你們太近了 歡迎收聽 夫妻傳聊天 我是冠豪 我是麗萍 我是蘿莉 OK 好 那就是因為我們因應寒假的關係 想說來記錄一下蘿莉的時光膠囊 那今天是第三集 嗯 嗯 好 那我們要繼續36題愛上你 那上一次呢 我不小心把這個 呃 問題就切在25題之後 可是26題是跟25題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就 再次的請蘿莉來 回答一下好了 嗯 25題是 請你用我們做主詞 造三個句子 比方說我們都在這間屋子裡 你還記得這一題嗎 對 你回答了 對 第26題是 接著說 我說我希望有人跟我分享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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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你譬如說 你說我們怎樣怎樣 然後我希望有人跟我分享什麼 那我就到上次了 嗯 我跟小米在玩遊戲 我跟小米在秘密基地裡 我跟小米在被窩裡 那你希望有人跟你分享嗎 分享什麼 分享你們在玩什麼 秘 蜜蜜蜜蜜蜜蜜 蜜蜜蜜蜜 好 那27題 如果你的對方 想要成為你的好朋友的話 對方最應該知道關於你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 比方說我 被其他同學欺負的時候呢 他 他會先 告訴老師啊 來就是叫我啊 然後 嗯 感覺會比較好 哦 有人欺負你啊 希望你站在你這邊這樣子 有人欺負你嗎 就是那些男生啊 哦是哦 有的男生會欺負你哦 誰都會 可是你不是演男的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他幹嘛打我 哈哈哈哈 明明是你講的 幹嘛打我 是啊 如果有男生欺負你的話 你要怎麼辦 他是怎麼欺負法的 嗯 怎麼欺負 難解釋 蛤很難解釋 解釋看看嘛 想啊想 想啊想 欸你要不就是真的很坦诚的說 要不然就 不要提出這個 想啊想 對啊你就講 我就想要知道了 想啊想 想啊 不用想了 三節號 你就 趕快講了 三節號 嘟嘟嘟嘟嘟 是不好說是不是 學那個我們 是說講出來的話就會被 學那個我們在家那個 三節號 嘟嘟嘟嘟嘟 你是說講出來的話 播出的話就會馬上被知道說 啊就是那個人這樣子啊 做什麼事情 好吧 OK 那你私底下也跟我們講 好 好 OK 好我說囉 他現在要跟我說 嗯 嘻哩嘩嘩嘾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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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好 28題 好 那 告訴你對面的那一位 你喜歡他什麼 必須非常誠實 說一些 你 你可能不會 和第一次見面說過的話 嗯 好 我就老實說吧 其實我覺得 你 大便很臭 誰啊 你 你 我的大便很臭 哪有人的大便很臭 誰的大便是不臭的 你跟我講 你最臭 第二個 老師說我覺得你的鼻孔很大 誰 你 你說我的鼻孔很大 大便很臭 對 那是為了他要把他的 病變的臭味吸走 OK 好 第二 第三個 老師說你的耳垂軟 老師說你的內內很大 沒有很大 好 老師說你生理期來很煩 果然是不可能會跟第一次見面的人做的話 老師說你的 中腰部位很軟 好我先把他剪掉 對 哈哈哈哈 這一季十八斤 好二九題 分享一件 你人生中的窘事 就是很糗的事 尷尬 害羞 奶安咪 他剛剛講的那些滿尷尬的 對啊 是我的窘事吧 哈哈哈哈 跟你說呀 有一天呢 我跟 我媽媽說 媽媽做了一件一件事情 先不跟大家說 保證 好像這位麗品小姐會丟臉死 好 反正就是他做了一個事情 我就說 你做了一個窘事 我沒有 只有媽媽 你沒有窘過嗎 沒有 真的假的 真的 只是你不想告訴我們而已吧 不是 不是我從來都沒 我人生很美好 從來都沒有 你明明是做窘事的那個人 你還定了還說我 你有沒有在那個大庭廣眾之下跌倒啊 或者是不小心 就是 想要 脫褲子 然後不小心把內褲也一起脫下來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沒有 說別人說自己沒人要管你 哈哈哈哈哈 他剛剛說 說別人說自己沒人要管你 就是小學生們就是 常 口訣 對 常見的 不要解釋了 順口溜 嗯 好 接下來是 好 那 你上次哭是什麼時候 當別人的面 還是你自己一個人偷偷哭 我從沒哭過 你別 你出生的時候一定會哭吧 因為這樣才可以吸 呼吸 對啊 空氣 很做喔 你上次被我罵哭還在那邊假裝 是你被外婆罵哭吧 沒有沒有很久沒有被他罵哭 你被XXX罵 你這個太那個了 好啦反正我知道你什麼時候哭的 嗯 好 OK 好那你說啊你說啊 就是上次被我們罵之後 然後你就哭啦 中 你敢揍我試試看 好 31題 告訴對面那一位 你已經開始喜歡他的哪一些東西呢 我喜歡的鼻孔 1 我喜歡 我喜歡你的內內 2 我喜歡你的耳垂 3 3什麼 耳垂 以前那小時候啊 我跟他睡覺 我跟媽媽睡覺的時候 我就說 嗯 我要摸你的耳垂 然後第二 然後 惡夢 然後第二次我就想說 想說 還是不要摸你的耳垂 摸你耳垂 好了 然後我就摸你 不是這樣的 之前摸 對 首先呢 因為他是我輕微長大的 所以就是他非常迷戀我的乳房 然後 然後呢 後來就是一直想要他戒掉這個 然後他就改用摸的 然後摸就是很不舒服 因為 他不是只有摸 媽有文明明就是要捏的 對 他會 捏啊 脫啊 之類的 很不舒服 然後我就說 你不要再摸我這裡了 你就是 我就說 我會直接 你可不可以就是摸耳朵 然後他就似乎找到另外一根浮墨 我就開始大搓特搓 然後讓我 完全無法入睡 這樣子 非常痛苦 然後這個時候 副官好跟我講說 你幹嘛 你幹嘛生氣 你就要摸就好啦 我就心裡想說 會這樣說 對 明明就是你這 你幹嘛還會覺得你很 我很煩呢 所以明明就是你自己提出要摸耳垂 可是不能 就是凡事都要有限度啊 然後後來就是副官好就說 你幹嘛這麼那個 你就讓他摸就好啦 我心裡想說 好啊 那你給他摸摸看啊 一整個晚上都摸給他看 好跟 你給他摸摸看看 我要 好 根據第一 好 根據第一集的回答 嗯 我就想摸啊 我知道啊 嗯 我就是第一集 OK 接下來是下一題 好 有什麼事情是 你不能夠被別人隨便開玩笑的 這是第32題 然後呢 嗯 你的答案 就是 等一下說什麼都可以 但是說這個你就會很容易生氣 什麼 想啊 想 想 真的沒有喔 想要想 你有什麼很在意的 想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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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翔悟 Het el 真的假的 嗯 沒有 沒有 真的嗎 你剛說有人說 我要把熊皮帶走 然後讓你永遠見不到他 其實你就是要開玩笑 我一問 我一見 而且直接會被穿幫了 因為我是不會 不會被別人開玩笑 我就說 好啊那你現在 那現在你帶走啊 那你說你要怎麼帶走 就是把他迷昏 好那你現在來開我玩笑 來看一下 讓觀眾 讓聽眾看看 我覺得他現在的表情還 充滿了挑釁 快點 就是如果你那麼喜歡狗的話 那我就把他帶走啊 就是我用雞腿便當把他帶走 因為我們家的熊皮 就是對任何人都很友善 對 然後 或者說那個 那個寵物旅館的人 他太喜歡熊皮了 然後最後就是 就是我們寄放他之後啊 然後他因為很喜歡熊皮 他就換了另外一隻狗 還我們 這不是玩笑吧 這是犯法吧 告他 如果他這樣說的話 等一下等一下 你說開完 開我玩笑嗎 那你 那你不就變成別人了嗎 啊你為什麼還知道 我們家熊皮很 很喜歡別人 你說 因為 你就是 呃 錄節目就是讓大家知道 你真的超愛皮的啊 然後就有人聽到說 你說皮是哪一個皮啊 就是 蘿莉那麼喜歡熊皮 不是 我覺得好難溝通哦 哈哈哈 沒有你真的很皮 然後你也很喜歡皮 皮狗 好 不是那個皮了 我有皮過我知道 這個 這一題我蠻想要問慣好的耶 有什麼玩笑是絕不能對你開的 因為早年 你就是會很在乎別人說 我現在你開玩笑 什麼什麼 我現在你開玩笑 我問你哦 嗯 什麼國字要寫最久 哈哈哈 這不是玩笑 這個是 這是冷笑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呃 可是像 上次說 朋友啊 因為要寫兩個月 可是 可能跟 朋友的朋友 可是這次不一樣哦 你來想想看 我想想看哦 嗯 嗯 好難哦 都不大家嗎 好 兩個哦 嗯 大概是父跟爸 都是爸爸的意思 因為爸爸的意見 很多的食物啊 真煩 什麼意思 我剛剛聽了什麼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冷笑話 好 OK 好 接下來呢 33題 如果你今天晚上就會死掉 而且沒有機會跟任何人說 你最遺憾的沒有說出口的話是什麼 那為什麼你還沒有告訴他們呢 哇 我記得那一題就是 你五歲的時候 當時當時 你講完之後整個催淚耶 我覺得現在應該不會 對啊 就是什麼 就是想要跟爸爸 爸爸媽媽 就是很後悔沒有跟爸爸媽媽說再見 之類的 幹嘛你是不是要哭了 沒有沒有沒有 這種感性的話 你應該現在說不出來 我也沒有跟 跟熊皮說我的真心話 你的真心話是什麼 嗯 你不是 秘密 真心話怎麼可能說出來 你們瘋掉啊 這裡人瘋掉耶 你每天都在說真心話 就是愛他 就是喜歡他 嗯 你還有什麼話沒有跟熊皮說的 我很闖熊皮的 那你怎麼還沒有跟熊皮說 真心話怎麼能說 真心話就是要說啊 真心話就是要說啊 就是要說啊 我們就是力行每天都要說真心話 對真心話運動 不 誰 真心話 那沒有真心話 我們來錄什麼節目 什麼 不需要錄節目啊 因為 平常講的話 他我要跟你說我真心話 嗯 好先說下一題 認真一點 認真一點 我沒有要說的意思啊 如果你今天晚上就要死掉的話 你想跟我們說什麼 你要總是要 你總是要說一點點不一樣的東西 這樣以後你回味的時候才會有趣 對啊 跟熊皮說我愛你 哦 那對我們呢 沒有 呵呵 這也蠻催淚的 好啊 你們太近了 好啊 你們太近了 好啊 你們太近了 啊 現在要微笑啊 不是 催淚 就是 你看 你覺得這蠻 聽眾朋友評評理 對啊 小朋友就是這樣長大的時候 以前最可愛了 真的 可是以後到國中的時候 在問這個 他說 幹嘛 他不會來錄了啦 國中不會來錄了 國中就叛逆了 國中就叛逆了 什麼 不一定好不好 是嗎 你國中好像很乖嗎 我還覺得他會 會練得很熟 會照你們一段 蛤 糟糕了 好 好 那我就只好把你趕出家門了 嗯 好 我會撐回來的 好 生日式題 嗯 你的家著火了 而且你所有東西都在裡面 在救出愛人和寵物以後 還有機會救出一樣東西 你會救什麼 為什麼 錢 你的錢嗎 是不是 欸不是不是不是 救難包 救難包 你哪有救難包 救生包啊 就是裡面有水啊 哨子啊 哨子啊 喔 OK 熊救東西還有餅乾 還有餅乾 巧克力 就只有一樣東西 嗯 餅乾就在那一個 救難包裡面 對啊 就是救難包啊 好 好 政治正確 不過等一下 還有一個比重要 救難包最重要的東西 不是剛才說寵物不能救 已經救出來了嗎 嗯 嗯 其實還沒啦 救熊屁 熊屁已經出來了 我知道我知道啊 可是 你們說的寵物是很寵愛的物品 那就是 就是一樣東西啊 已經救出來了 那就等於寵物已經沒有了 所以 最重要的應該是寵物 聽不懂 聽得懂嗎 聽不懂 那就算了啦 你的意思是說寵物就是寵愛的物品 所以你已經把救難包救出來了 接下來寵物還沒有救 就是那隻狗 對 沒錯 欸其實我還蠻厲害的 好接下來 好難懂的一個邏輯 好來三十五題 你的家裡面 當我說是專心的話 你會嚇死一下 我後悔了 怎麼會猜錯啊 好三十五題是 你的家庭裡面誰死掉 會讓你最困擾 為什麼 熊皮 哈哈哈 欸我覺得真的 對 欸你現在的第一位 已經大大的輸給你那隻狗 熊皮又不會端茶給你喝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是說 你一定要用 你一定要用 我講了一個字 我做到好才撞了梗 你又要說 你又要說 只有奇怪的話 他又要放出了欺騙 真的 沒有沒有沒有 好啦 所以是熊皮喔 為什麼呢 熊皮是我的妹妹 好可愛喔 好最後一題 好 分享一個你的私人 沒有能解決的問題 向他請求解決的建議 請他用你 用他自己的方式解決 然後呢 問他對於這個問題的個人感受 嗯 提不懂 就是你要分享一個 你沒辦法解決的一個問題 然後 你想像是有一個人 你要請他建議你怎麼解決 然後 請他用自己的方式來解決這樣子 嗯 這個問題好難喔 你翻譯一下 我想到了 馬拉生我氣的時候 我會跟同學說 嗯 有什麼計謀可以讓媽媽開心 有什麼計謀可以躲過馬拉 嗯 讓馬拉不會發現跟你騙過他 嗯 然後呢 你的同學會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解決這個困擾 詭異的計謀 詭異的計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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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們節目是不是 要壞掉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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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叫這個節目提起人我會壞掉了 我不知道 那個 聽眾評評理 她是不是有一點 SOMETHING WRONG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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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等一下 給我這麼爛 嘗試SUMERROUGH 你們不是說什麼話嗎 SOMETHING WRONG 對啊你英文沒有好好學 你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感覺說 What's the wrong with you? What's the wrong? 我最尷尬,你最尷尬 我最尷尬 你真的難倒我了 這個我聽不到 蛤真的假的 我最尷尬 我說我解釋 我解釋 你喜歡豬,我喜歡狗 你剛剛說 我最喜歡豬啊什麼之類的 你剛剛說我最喜歡狗 你最喜歡豬這樣子 嗯 文不對題 好反正就是 你最喜歡 吃屎 他自從啊 學會了屎這個詞之後 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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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大聲了 我才說 你最喜歡吃屎的意思就是 最喜歡吃屎 你最喜歡吃屎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很 我可以先走 我覺得這樣子很天真的笑聲 可能就只有死客才有 所以想說 雖然他講的話很低俗 還是要錄起來 等到以後他 你最喜歡 他18歲會不會告我 哈哈哈 你最喜歡 來簽署一個同義書 你最喜歡吃屎 你最喜歡吃屎 這樣子 就是 因為我就想說 因為小孩子不都很喜歡講什麼屁股啊 尿啊之類的 就是這種低俗的話 然後他自從會用閩南語講之後 好啦不要講 好啦 好自從他用這個 閩南語學會之後 他就會瘋狂的講 那樣子 我覺得 這就是小學生 這樣 我們都曾經當過嘛 好像 現在不是有那個 有人整理出小學生 一定會 笑到不行的一些詞 喔 我知道啊 對 食到硬到未到那些啊 對 哈哈哈 欸 那個是比較高年級的吧 現在應該就是大便 你們是不是逃過這個問題啦 沒有啊 已經問完啦 對 好 那你有什麼私人想問的問題 對啊 或是你們想要抱怨的事情 我要抱怨你 媽媽超級猛 媽媽超級猛 猛 兇猛 兇猛 哦 哈哈哈 差很多耶 各位青藏朋友 請各位 新聞報導 發現一種新 新種的生物 就是媽媽 據說它是世界上最兇 最恐怖的生物喔 嗯 對 我不否認 好啦 所以爸爸呢 爸爸的這個生物 應該也不輸吧 應該也不輸媽媽 媽媽是可能百惡紀恐龍 我是侏羅紀的 一樣 都一樣 那你就是小恐龍 有時候也是 媽媽是猪羅紀 你是 你是百二題的霸王龍 超級兇喔 嗯 你是 你 然後你是 死 你也是死前居二啊 嗯 我是狗狗 好 嗯 那就三十六題 就是 新的一季呢 就把它 聊完了 那下一集 我們到底要聊什麼 還不知道 我們就 之後再說囉 我們自己來念好了 自己來念 自己的版本 OK 因為我覺得這個 今天這一天的題目 感覺就好難喔 對啊 好玄妙 再見 各位 我要留下一句話 教授 聽眾們 你最愛 夾菜 卡中 我想要飛喔 把它弄很小聲那樣子 然後就直接 把那個片尾的音樂 拿出來放 嗯 我要說了 我剛才發逆 我剛才說的是 你 聽眾們 你們最喜歡 吃紙 屁股的 便便 好啦 晚安 拜拜 拜拜 綠小哥 你 START